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益者三有,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和按赞、留言 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国际局势 本台邀请到国际关系专家梁锦祥先生 作为我们的嘉宾 有请台长跟大家跟进一下现在国际政局是怎样呢 刚才去播音的朋友没有介绍他自己 那个叫司徒神区 司徒神区就刚才介绍我出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你讲一下笑话 很好笑啊,我讲一下笑话去听 看看好不好笑,好吗 溜溜溜溜溜 剛剛拜登总统就在美国发表了国会演出 《国情之民》 他就说 即使现在这个俄罗斯的坦克 是包围着这个基附 但是普京是永远得不到这个伊朗人民的心的 你听不听他说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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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啊台长啊? 啊台长啊? 我想说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做节目 其实我又要写报纸稿 我的心就快来都顶不住 有心臟病,你可不可以不要突然放一些核弹式的轰炸呢? 拜登,我真的想问这个问题 其实他是特意的,其实他是喜剧演员 其实扎连斯基不是,是他是,扎连斯基那一套 他之前那套叫人民公博,接着他飾演总统 其实拜登,他不是自己,他现在是一位演员 他在飾演一位总统 不过呢,他就是这个策头总统 他特意弄到自己这么糊涂张 其实他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知不知道他是美国的总统 他不知道的,他基本上都是污河污河的 刚才那个也不是我作出来的,大家可以再提醒 因为那段是英文的,我们用广东话演绎 你比现在那些小粉红 他说的,他说的,他跟乌克兰全面入侵俄罗斯 你起码地名说得对 你这个有点问题 伊朗啊,其实他读得清楚伊朗 不是,文森你因为你没有看到英文 伊朗和伊朗是接近的 哦,我明白了 其实如果这样说,拜登会不会是 退化到小学生在街上 他有老人痴外症的中期迹象 但是没办法了,现在这个状况 不过他很变态的 男人通常都是看样子,看胸,看脚 好像我这些很喜欢美腿 他不是的,他喜欢文人头发的 然后无端端呢 又走去和贺锦丽表白,他很疯狂 其实他和贺锦丽 会不会像那时候 哈林顿和莱安斯基那样呢 哦,这个品味就 大家都这么差了 喂,这些无相干的东西 我们不要不要继续去 因为这些观众有些少少 想听一些正经的东西 事实上今天那个新闻 都有一些很爆炸性的东西 但问题就是 特别是说,中文的传媒 不是太详细的报道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突出一些 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外面就不是那么注意的 其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蓬佩奥说 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 正式访问 不是正式访问 是在台北 他之前就在Twitter出了一些照片 就是台北方面 都很隆重的去欢迎他 特意在一个摩天达那里 出了一个欢迎他的一些字句 他不懂得看充分 但是他知道那件事情 他在Twitter里写 这件事情本身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我去讲蓬佩奥 我上个星期去讲的时候 其实我预料不到的 美国现任的政府 就是现在这个民主党的政府 他同时在这个时间 派了一些前高官去访问台湾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来的 按计一个非官司的访问 就不应该和美国政府派出来的代表团 我说我们在香港可能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做一些国际的评论 就是国际的报道算 但是在台湾的报章 应该不是这么报道 应该是一个头版的报道 如果在台湾报道的话 那你选择蓬佩奥 还是选择现在这些共和党的跨党派 所谓跨党派的前高官 访问台湾是一个官职的访问 就是你们两个先选择 蓬佩奥那个就不是官职的了 因为他已经下台了 是不是 但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而且他应该是potential 在2024年去和特朗普去一起参选 就是一个政府首的参选的配搭 那如果去到这个问题 就和我最初的推測有少少距离了 我最初的推測就是说蓬佩奥 蓬佩奥访问台北的时候 就应该蔡英文政部应该事前 和拜登的华府现在是沟通一下的 就是得到他们的默契先 但是似乎现在这个状态就未必是这样了 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导致两个壮旗 但是如果蓬佩奥的话 其实那个重要性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应该宣示了未来共和党 他们如果是在特朗普呢 他将一向中国的会议 他需要过来的所有奔这些奔瑰 或者他去责任中什么呢 他都会责任中的责任中他 那是当时他责任中的责任中 但是他在香港的责任中 通过他的责任中的责任中 他就会责任中的责任中 他经过占责任中 我还是要责任中责任中 他现在能责任中责任中 他們會想到提升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我相信這個很重要 但是我們除了看過 更加我們要關心的就是 這個北京對入龐佩奧 以致到現在美國這種跨黨派的前官員 他訪問台灣 他究竟那個反應是怎麼樣 適值的就是現在在烏克蘭那個局勢就去到一個關鍵性了 就是現在普京就發爛了 對烏克蘭那個攻擊 都不是好像跟自己的兄弟 跟自己的同種的人去談判 或者去施言恐嚇 現在這種打法是對ISIS的打法來的 就是對一個敵人 對一個真正的敵人的打法來的 如果去到一個這樣的話 就是烏克蘭未來跟這個俄羅斯的關係一定不可以修復的了 也都引致到這個歐洲全面跟俄羅斯要根本性決裂的 如果去到這樣的話 北京要考慮那個問題就多了很多了 它現在不只要考慮那個 這個和美國的關係 它還要考慮了 歐洲現在和俄羅斯這樣的狀態 中國要怎樣跟俄羅斯維持完有那個關係呢 譬如普京 我們應該怎樣去看他這種關係 而不要令到中國和歐洲又出現了一個對流局面呢 就是現在的問題是複雜了很多了 但是我相信北京在這次訪問之後 一定會做出一個相對比較激烈的態度 那麼我們會看到我們會預先 應該下個星期呢 就是同一個局勢又會引起注意的 這個才是 台長啊 台長 我懷疑一件事 我懷疑蓬佩奧其實他現在呢 他未必是代表特朗普或者特朗普的陣營 而去做 因為呢 我是有一種的 覺得呢 他可能呢 是出來選總統的 其實可能 有機會是他出來選的 他會說他出來選的 而不是做特朗普的副手 我覺得他現在的表態呢 他的行程所有事情呢 是用他 即是代表他自己的 另外第二 他在建立他的政治資源 你可以說 是啊 另外第二件事呢 我覺得其實他這次去台灣呢 正如剛才台長說的 其實就是跟這個烏克蘭和俄羅斯呢 那個局勢呢 是息息相關的 他基本上呢 其實現在呢 世界就會是 就是由冷戰之後呢 展現第二次的 叫做國際間的上面的對決 就是這個鐵幕 去到對這個自由意志 那基本上呢 就是你一定是要take side的 而很明顯呢 台灣就take side到美國那裡 但是 台灣就一直叫做 就是叫做 好像是別人的一個叫做 那些什麼小三啊 二奶啊 你一直 你一直只不過是 你上不了一個位 甚至乎 貴妃都不是 我只是好像一個宮女 那樣 那我覺得其實 蓬佩奧呢 其實他現在的心態呢 他自己由他在任 以至他現在呢 其實他都是想是 扶正台灣的 那為什麼拜登 為什麼要派一些代表團 跟他去台灣 而不是去伊朗呢 那那個原因呢 我覺得呢 就是因為 拜登那邊 好像台長所說 那個人是不行的 好像文章亂說話而已 還有台長啊 還有技術人員啊 還有Advin Sir 那可能呢 那些人知道那個霜的 但是 都找些人呢 叫做說 你做也做個樣子 因為始終你民選的國家呢 雖然 是上次總共大選 是有這個造馬 就是叫做點票機 各種的問題 Deep stay的問題 但是 你都是一個自由意志的國家 因為美國 整個 整個國家 就是自由意志衍生出來的嘛 那所以呢 你是不可以逆這個 尤其是國際間的那個議員的 我相信呢 他也都去呢 就不只是說 要看一下龐貝奧現在做什麼 而是你看到 現在世界上呢 各個國家 包括 德國的柏林 荷蘭 阿姆斯特丹 法國的 首都 意大利 巴黎 很多的國家呢 已經是有那個 叫做反戰那個的集會熱潮 還有是有那個 全世界那個 叫做去憎恨俄國這一種 叫做鐵幕入侵式的策略 它是應該呢 其實整件事過台灣呢 它應該都是那一班 代表著拜登的官員 都是要去明正言訊 和蔡英文要大家講數 究竟台灣是用一個什麼 叫做經過這件事 用一個什麼的姿態 來去站在國際上 這個就是他們 為什麼一起去台灣 那個原因 就是因為台灣 其實現在是要顯現一個新的姿態 的而且確的 在現在烏克蘭這件事呢 台灣也都出了聲 他們是制裁俄國 那他們也是公開表明呢 因為其實槍啊 炮啊 刺針式飛彈 這些很多源源不絕的東西 運到烏克蘭 那結果呢 台灣呢 就是把大量的食物 醫療物資 醫療器械 運過去支持烏克蘭 那它是有參與到這個叫做 它是說國際上呢 一起是支援烏克蘭 和討伐這個俄國的實質行動 它是真的參與了 它不是只有口說的 那麼 我相信呢 這次蓬佩奧和這班官員呢 他就是要定義 究竟台灣現在 在2022、2023之後 一個什麼位置 那也都有一個呢 說法很搞笑 其實那些聽眾呢 就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智慧 逆向智慧 他說其實很簡單的嘛 如果台灣來現在呢 你立刻向美國宣戰 宣戰的同時15分鐘去投降 那你美國要處理這個戰敗國 那你就夾了美國上台 那到時你就更加不需要擔心 還有你更加可以明正言順 去等美國去駐兵啊 甚至乎 解決一些軍事上更加多的東西在那裡 啊台長你怎麼看啊 這個說法 我們不需要爭論的 因為答案很快見的 他今晚應該有個演出的 我們可能我們明天再去補充這個評論 我覺得這件事值得真的等一下大家去注意 但是我的角度就不同 我跟剛才那個聽眾的角度 因為他比較搞笑一點點 我角度始終都是 不是台灣本身的國際定位有問題 而是北京對現在這個局勢 包括烏蘭發展的這個局勢 以至到美國對台灣的態度那個反應 這個才是我們自己 在香港覺得最重要的 要分析的地方來的 但是第二個新聞就更加重要了 第一個新聞呢 也都是很少說的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 奧盆俊三 他講了一句話 就是在現在這個局勢上面 日本應該考慮 放置美國美制的核武在日本上 這句話本身呢 其實那個理論上 政治那個反響應該很大的 但是可能日本方面呢 其實他們都沒有一種這樣的 就是現在對這個安培盡三的反應 因為很簡單 日本的戰後和平憲法 第一樣東西 它不可以有正式 它不是有一個正式的軍隊 它只不過是一個自衛隊 也都限制了他們在海外的活動 理論上 雖然這個儘管都打破了 就是在某些事例上的答案 但是它基本上都在維持著這個 只要你說核武呢 日本是吃了兩顆原子彈 這個對他們來說 從來都是一個政治高度敏感的問題來的 日本有核電廠 日本有核電廠的技術 但是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轉化成為核彈的技術呢 很多科學家都認為是可以的 技術上可行 他們有這個能力 但是做不做呢 這個政治的阻力就很大 因為憲法上是不容許的 憲法上是不容許的 如果安復信心去說這個做法 它不是說現任的政府 這個岸田文雄 我也認同這樣就可以做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可以做的話要修過憲法 那修過憲法的 就勞斯堂不做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可能要透過一個國會的螢幕 甚至可能要解散一個國會 重新去選擇 以這個作為一個議題 得到這個所謂人民的授權 不是日本天王的授權 是人民的授權 所以呢 去做這件事呢 就我相信 安門晉三會那個說是試探的 是放氣球出來 看看現在的反應是怎樣 如果它是 就是反應是基於現在的國際局勢 如果是開始日本的人民有這種改變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首相可能會做 但我從來都認為 安倍晉三這個這麼有實力的日本首相 其實應該他任內就推行這件事 特別在去年的奧運會完成之後 他應該推行這件事 但是因為那個健康的問題要下台 接下來的這些的首相 都在那個政治的實力方面 不足以有這個重任 所以要透過他去講 他一講這個 換言之 日本有這個建立核武的意圖 我們從來都覺得這件事 本身不是表面太簡單 就是日本人民反對這個核武 日本的憲法也都不容許這件事 表面上不容許 但是只要美國暗中支持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成事的 於是乎這次安倍晉三就透過這種說法就是說 如果美國要放一些核彈的發射基地在日本 日本都可以考慮這個批准這樣做的 這個實際上真正的說話就是日本是可以擁有核彈 這個對照我們上兩個星期我們談及日本的 實際上一艘航空母艦的速運號 它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我覺得我們又不應該完全否定這個可能性 完全不否定的可能性是在於什麼呢 它有沒有這個發射核彈的能力呢 或者這些製造核彈的能力呢 我相信現在日本是有這個技術的 有這個技術的條件 做不做我們就不敢說了 甚至你可以說 比較無論如何 可能在出運號上面已經有 但是這個當然了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以外 是不能去核實 就是不能夠去證實 但是我覺得去到現在這個處境 就是日本他們自衛隊 裡面有人志願軍 就是有幾十個人 是願意去烏克蘭參戰 這個就是日本和俄羅斯 基本上有世仇 打過兩場戰爭 今天有這樣的出動 這個背景就是日本和俄羅斯 有這個北方四隊的主權的爭議 如果說透過這次和俄羅斯的爭議 日本就是為了改變那個憲法 真正正把他的軍隊變成一個 就是正式的軍隊 各自衛隊變成軍隊的時候 擁有核武這個其實是不出奇的 但是這個就需要現任日本首相 或者未來日本首相有足夠的政治支持度 是一個很有charisma 很有魅力的人 可以說服到日本人 現在我們是時候要改的 那麼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德國都開始改的了 德國就將他們那個GDP 他們那個國防的這個生產的預算 將它提升那個軍備的預算 這個戰後來講是一個大的轉變 但是德國方面呢 他們由於是一個 就是近左翼的政府 現在仍然是操控著那個政府 就是左翼的政黨操控著那個政府 所以他們要轉華麗轉身的話呢 那個難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要面對那個儲民的質疑 但是日本方面呢 其實一直都是保守派的 佔在那個政府的主流那裡 所以如果他們要做的話呢 是很簡單的 就視乎怎樣去改變日本的民意 那我相信這幾年之內呢 日本的首相和這個殲民黨 是會竭力做這件事的 到這個東亞區的軍事平衡 就會出現巨大的改變了 就是說日本是重新武裝起來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來的 但是很奇怪呢 就是現在在香港呢 那個中文的報紙對安倍晉三的講法 就似乎忽略了 那可能是覺得他在一個前任手上 他已經死了任了 但是他的情況跟蓬佩奧一樣的 他不是代表著他自己 是代表著一個主流的政治勢力在那裡的 如果這個說話是只不過是透過他講的話呢 其實是在暗示著 那個動作可能已經開始了 好了文章 到這裏呢 我們就跟著可以講俄羅斯 但是剛才講了安倍晉三那裡 你有沒有疑問呢 我覺得安倍晉三呢 他在日本呢 其實在政界上呢 其實他才是天王來的 所以呢 其實他那個 因為他的外公是外信界嘛 是啊 其實他自己呢 其實他那個地位呢 他的身份呢 是不可質疑 我更甚者說呢 雖然他是退了位 但是他講的說話還是說話來的 即是他的情況 就像當年李登輝在台灣那樣 我覺得呢 他現在呢 其實他是很清晰呢 他知道現在要吃著個勢 因為呢 你看到普京呢 這樣搞法呢 他喜歡打你 他就去打你 他喜歡去用核去威懾你 他就用核威懾你 那這件事呢 其實你對於那個日本呢 那個大和民族呢 那個自強意識呢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來的 所以呢 雖然國土虛少 甚至乎呢 就是叫做 受過一些叫做異戰的包袱 戰大國 沒錯 但是你是人 你是總要放下你的過去 而面向將來的嘛 就是難聽點說 喂 難道我是被魚骨卡過一次 我這輩子都不吃魚嗎 難道我這次分一次手 我這輩子都不結婚 不再拍拖 不可能的嘛 所以 他現在呢 其實他帶領著整個的國民呢 就是要去扭轉這個意識形態 日本其實是可以回去呢 作為一個叫做 是強勢的國家的 但是那種強勢就不只是說科技啊 弄芯片啊 他叫做用經濟 不是這些的 就是軟式的強限 而是譬如透過呢 都是擁核武啦 擁有自己一個實際 叫做有戰鬥力的軍隊 現代的軍事化 強勁的盟友 他是在想著 就是要把日本扭轉 因為現在這個勢呢 其實所有的國家 我相信啦 不止日本的 其他的國家呢 我都在節目裡講過啦 甚至乎新加坡那樣 其實你都會想的嘛 喂 你現在面對那個情況 就是如果有一個大國 他一天要兇利的時候 你就會面對現在這個情況了 因為烏克蘭根本他都沒有想過 他真的會瘋到這樣 他完全露障啊 什麼都還沒疼的嘛 那如果你這樣說呢 其實世界上任何 只要你沒有核武器 沒有軍事力量的小國呢 你都可以是隨便被人吞併的 即是潛台詞 那所以呢 日本呢 是不會容許發生這種事 當然 日本他自己長期呢 其實他們 處於一個地震大的地方 他們長期都會 是地震啊 甚至乎 也是多災多難啊 所以呢 他們一直是一個沒什麼安全感的民族 而沒什麼安全感的民族呢 他會走去兩極端 一是呢 就很軟弱 一是就很強勢 這個是人的基本 就是人之常情 所以呢 在這件事上面呢 我覺得呢 日本第一 其實他是這樣說的而已 以日本的科技呢 分分鐘 其實現在已經是有核子武器 也都呢 我相信很可能呢 其實出雲號是一個核子武器的戰艦來的 只不過 對外 永遠不能說 就是正如 你知道很多人出來做事 我有一支槍在身上 我不會告訴別人 就是不會好像以前 曹查理那些 打開個褲子 放在那裡 因為那種呢 就告訴你 他是兇人的 但是你真的做事 那些人呢 你永遠都是的 我有一支槍在身上 我不會給任何人知道 我不會引起懷疑 但是去到重要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扮你 因為那是突然之間 就是要打那一下的震蝕 所以呢 我一直呢 尤其是 日本 英國 他們的民族呢 都是一個叫做說 精細精英主義的民族來的 那麼 我相信呢 第一 現在的日本 就是 當是我說 蕭文俊說 第一他們已經是擁有核武的 問題是你不知道 他是究竟是隻戰男友 還是他們裡面 有些軍事化的地方 已經有 他不會說不做準備 第二 這次俄羅斯的局勢呢 是會加速連日本在內 所有的小國 包括澳洲 包括新加坡 所有的小國 會重新檢討他們整個軍事防備 以及 如果面對一些 擁有核武 或者大量士兵 大量戰爭機器的國家 那個應對方式 所以呢 這次這個戰爭呢 如果你以我們現代來算呢 它的影響力是不會小過二戰的 大家要知道 真的不會小過二戰的 由金融 以至國家的看法 以至地緣政治 以至所有的東西呢 它絕對不會的影響力 是少過二次世界大戰 那當然啦 普京呢 因為現在呢 就是我們回到烏克蘭那裡講講 其實呢 昨天呢 大家都看到 就是叫做說 普京是下了令 是作一個 就是我們之前都說 是亂打 那現在基本上 又殺了大量平民 有很多的片流出來 還有呢 俄國呢 他一直都說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損傷的 他們也不公佈損傷的數字 但是呢 烏克蘭呢 真的在文宣上 和在宣傳上呢 他們贏了 他們開了一個TG群組 把所有俄國俘虜的士兵呢 給他裡面拍片 說下他什麼名字 幫他找家人 有些戰死了 就拍下他的軍籍文件 給大家看 那其實裡面不停的更新 是沒有停過的 因為呢 有聽眾是加了我進去 那個 就是烏克蘭呢 那個公佈俄國 那個被俘虜和死傷 那個群組裡面 不停的 完全沒有停過的 我都收到 我都收到這個 是啊 你講台長 講到這裡呢 就是跟那個核彈那裡 也都有關聯 如果這幾天看西方傳媒的分析方面呢 他們問一個問題 究竟現在普京的精神狀態是怎樣 那你聽到這個分析呢 你不要覺得純粹八卦 就是我們對一個領導人 他現在是不是很緊張 或者發脾氣 或者他坐立不安 或者他很鎮定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問題牽涉到呢 就是究竟 普京講那個 就是提高他們俄羅斯的 核彈的隊伍那個戒備 究竟是兇人呢 還是真的是這樣 於是又傳了另外一個消息出來 就是他的家屬呢 他的親屬呢 就搬了去俄羅斯一個偏遠的地方 一個地堡島去住 各位這個消息呢 就不能去核實 也都不知道是否荷羅斯 特意放出來去擾亂視聽 但是西方的傳媒去問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普京的精神狀態是怎樣 後面要問那個問題就是 他會不會禁制 就是這個是現在他們最大的憂慮來的 就是因為一旦打核戰的話 那美國就不能夠助手旁觀 也都有可能 就是考驗美國的那個反飛彈系統 就是這個對核彈的攻擊那個防衛的系統 有多精細 因為俄羅斯一直都有宣傳 他們有一隻hypersonic 極超音速的飛彈 而上面如果裝了核彈頭的話 而是普京去亂禁制的時候 就對那個世界的 甚至說人類的那個前途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來的 所以他們有問這個問題 但是不敢好像我們這樣 那麼清晰去表達給大家 他只要有控暗示就是 喂 現在他是不是瘋了一線 如果他瘋了一線 他會亂禁制的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了 首先他本身會繼續做分析 但是我覺得這個行動 他應該會去做分析 它應該會去做分析 原來現在美國掌握莫斯科的情報是相當困難的 就是一直都滲透不到裡面去莫斯科的最高層那裡 所以他們有一個形容在那個特務術語裡面 這個是Hard Target 一個難的對付的目標來的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不需要直接看一些內幕消息 或者透過一些情報去推算普京的心理狀態是怎樣的 你單從他現在那個軍事的部署 你會看到就是他開始急的了 為什麼要急呢?就是因為兩次打那個形式是不同的 初頭我們都用一個閃電線去形容 就有極快的速度一天之間已經去到基庫 但是基庫頭一輪的包圍戰呢 俄羅斯實際上沒有佔不了太大的好處 有個別的城市 就是第二大的城市 但是在這個特務衛星 他打完佔領了之後 就是進去了 又被那個守軍 現在那個打法已經是改變了 其一我們就前幾天都提過了 俄羅斯的陸軍 巫兵就連綿六十多里 奇怪的地方是為什麼呢 就是被衛星人做衛星人上了 但是他們完全是不需要air cover 不需要制空拳 而烏克蘭方面又沒有對他們進行 飛彈的攻擊或者其他攻擊 是由他們走過來的 去到門口了 現在那個攻勢也不同了第一輪 上個星期的攻勢 現在這個就是全面炮轟 就是用最大的轟炸的力量 就不要理你裡面的人是怎樣了 總之是這些建築物 基建全部和你摧毀 那昨晚就已經打 就是將那個基庫的電視台 那個電視塔 就是將它毀滅 消滅了 那我相信現在那個情況呢 就是這樣的攻擊呢 還是造成大量的平民傷亡 所以拜登他在那個演說裡面提到呢 就是俄羅斯爾克坦克現在是包圍基庫 但是他們是得不到這個伊朗人的心的話呢 那我們改回伊朗 伊克蘭人的心的話呢 這個是正確的 這個伊朗的那些伊朗 都在這裏面提到的 好呀 比特朗雅的伊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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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是開箱的 但是不代表乌克兰人会投降 这个战争只会持续下去 他只会越打越有的 台长我们要说一下 现在发觉在很多社交媒体 包括Facebook Twitter 有很多什么 为乌克兰人民捐款 大家一个都不要信 全部一元都不要捐 千万不要捐 全部都是假的 这必须要说清楚 其次我想说一下 现在那种大规模杀商 大家换过思维想想 如果我是扎连斯基 我就会跟所有英美国家说的 我会轰炸莫斯科 然后把你们的工具放过来我 譬如导弹所有东西 然后在后面经波南 或者经后面进来 直接在基库或者其他城市上 发导弹去炸所有骚乱城市 因为在战争上 你从来没有一条条例 就说 道以上不行 我要永远挨打 不会的 现在是被人按住砌的 都不还手 不是不还的 认真说一句 所以应该是用一个方式 就是你借我的手 去开你的枪 接着我是扎连斯基 就会给国际冬碟 如果你去到 一个小时 如果你都不停手 我就会供你所有的 苏联城市 尤其是莫斯科 我是会无差别式 一样跟你攻击 你现在用所有的 比如一些集粟弹 燃烧弹 所有的大杀伤力武器 我也会有 你不要问我怎么来 其次如果你跟我说核武 那我是扎连斯基 我一直告诉你 现在我已经有核武在手 是啊 你要诈评我基库 我就诈评你 不是克里姆人 诈评你整个莫斯科 你要杀我们 乌克兰人 我现在就来队垃你所有俄罗斯人 一定要记住 面对强权 你永远记得 这些铁幕国家 他凶你 因为他觉得你害怕 当你连死都不怕的时候 你是没有所有的惧怕 你是应该用加倍铁幕的手段来对抗他 因为 如果扎连斯基你想真的停战的 你现在立刻和他凶他 就是说我会全面轰炸你 整个苏联 所有的国家 俄罗斯 对不起 说错了 其次 我是要求你普京立即下台 你用这个强势 他们对家的人就会搞他的了 就是他自己内部 而不要站在那儿 我再在那儿防守 什么 其次有听众问到 现在很多志愿军进去 包括日本有七十名国队 七十名里面有五十个 是智慧队成员来的 那这班人去到 其实呢 都是几十人有什么作用 你们要想清楚 这班人进去 他们有大量的平民 那些平民是不会走的 因为呢 昨天在BBC 台长我不知道怎么看过片段 BBC记者 英国BBC记者 访问 一些逃难 去了波兰的乌克兰妇女 然后呢 很多啊 几十万人 他们有个画面是很震撼的 那个妇女当着记者的面 打电话给她妈妈 她妈妈可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那个老人家呢 她说她不走的了 她一定会留在乌克兰的了 但是那个老人家跟她 打电话的时候呢 在做一样东西 她那个老人家呢 她不是在那儿耍啊 在那儿什么 那个老人家是旁边 全部摆了那些摩洛托夫鸡尾酒 她在那儿在自己家里不停去调 其次呢 乌克兰啤酒厂啊 是停产啤酒 但是全部走进来 生产这个摩洛托夫鸡尾酒 摩洛托夫鸡尾酒 甚至乎呢 你会见到出了一份指引 教你怎样扔那些坦克 扔哪个位置 所以呢 大家要想一想一想一想 其实呢 乌克兰现在呢 再经历俄国这两天呢 无差别式的攻击 有很多新闻 死了个六岁小朋友 死了个十四岁小朋友 死了个炸老人园 死了个大人老人家 乌克兰人的愤怒 是去到一个极点的 如果我是乌克兰人呢 我接着我见你俄罗斯人 我不管你男女老友 我都杀了你了 我已经去到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我在现场 我是乌克兰人呢 我这个仇恨呢 我是会忌一世 要是呢 你这一世不要让我见到俄罗斯人 要不然呢 我所有人都会剿灭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不需要再所谓讲道理 或者什么防守啊 进攻 没有的了 这个世界你要结束战争 你只可以用战争去结束战争 你就是普京那套嘛 他蛇空人嘛 你不要跟他讲道理 甚至乎如果是我呢 我极端做法呢 我是扎连司机 我已经和美国谈完之后呢 我会即时轰炸俄罗斯 是很难做的 怎样呢 要是你现在停 你停我就跟你谈 你不停我就废话事谈 真是法国皇帝 喂 你靠那个现在的法拉克皇帝 麦克龙就含了 我跟你说 对普京的人呢 是不要说什么 第二 你说你运你家人去那个什么 丢堡 我现在就两个 两个飞蛋飞过去炸了 丢堡 丢堡 喂 你不要跟我说 禍不及妻仪 你杀了我这么多 小孩 这么多平民 这么多女人 我现在我一定要堆垮你普京 全家 我直接如果我是扎尼斯基 我现在就不会再出来说那些 什么乌克兰人民要团结 要怎么样 发表这些稿 没有意思的 我是要出来 就是要一个全面对普京的宣战 还有是要说明 我要捏杀你普京 和你身边所有官员 和你家人 整个黑帝布公 我要二为平地 我就要用这种气概来去指引你 还有你不要忘记 大家不要忘记 这些东西 是教宗 教宗在二战的时候 都没有发表一个公开讲话 去谴责这个极权主义 教宗已经站出来说了 说普京呢 他是全世界的邪恶俗心来的 所以呢 所有的天主教 基督教 所有只要你是 和圣经有关的人 你是应该要全力 包括俄罗斯里面 要捏杀这些人 因为教宗已经说了 虽然现在教宗的地位 和中世纪是两回事 也没有实际的军事指令 但是所谓有信仰的人 教宗开了口 根本你已经可以明正言顺地 去捏杀这些人 包括俄罗斯军队 你都可以的了 其实只要你是基督徒 你是天主教徒 你在俄罗斯 你见到俄罗斯军人 你可以摆倒他了 教宗已经说可以了 你死了一定会上天旁的了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 所以呢 根本现在呢 普京那里 就是要想办法 谁直接出手 去了结他 是应该将整个克里姆林公 把他所谓碉堡后花园 移为平地 捏杀普京 及他所有身边的人 包括他的亲信 他的亲人 是要以这个目标来出发 如果你普京不想 家人有事 你就和我立即停手 和我坐下 之后呢 普京你要下台 你以后俄罗斯 要去军事化 你俄罗斯 以后 是要立即和我切出 所有的克里米亚 所有的地方 你是要永远要切出 和是不可以再拥有核武 这个如果我是扎尼斯基 我就会提出 现在的这一堆东西 和 我是会 立即和所有人说明 你现在立即去进行 这个捏杀普京的行动 你任何人得手都好 如果你是俄罗斯人 我就辅职 你去做这个俄罗斯新的政权 我直接会这样说的了 我还跟你谈 真是废话事 这些环境 所以扎尼斯基 其实上半部做得很好 我们给了90分 现在看下半部 够不够胆 我一方面 我现在就一定是和美国说的 不用和老人家聊天了 和他旁边的那些 你拖水你支持我 我现在用钱 去招行对家 你一定要支持我 你不支持我 以后你摩根 你JP 你不用在这个中亚地区捕食 我一定会召你 你派人问钱 我就来捏你钱 现在只可以一样东西 要么就站着我扎连斯基 和整个乌克兰那边 要么你就站着俄罗斯那边 你不回答我 我就当你站对家 然后第二 空完这些商家佬之后 再和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谈谈 和Boris Johnson说 你是支持我的 你现在不要只是派SAS 虽然那些人都很大贡献 你英国的核武有所有东西 在普京 不要管他任何人之前 先用武力震摄这个混蛋 首先把他找家人去的碉堡 整个要移为平地 第二 我马上被布京通牒 我现在给你15分钟 你不宣布投降 我马上移除你整个克力武人工 和俄罗斯 不要再跟我说 俄罗斯人是无辜 俄罗斯有几多很惨的小朋友 俄罗斯有什么 你们要乖 你们就乖普京一个 你们要乖 就是乖他这个人 所以很简单 要是我出手队伦他 要是你们自己俄罗斯的人队伦他 我只是给你这条路选 要是你普京自杀 你自杀我都接受 是啊 正式来计 你普京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个情况 比当时希特拉 因为希特拉 你看回他的战绩 他咀波兰 咀法国 他那时候的战略部署 是贏过你普京十倍的 你普京 打得不知所谓 我跟你说 你很幸运 你现在那对乌春车队 进去乌克兰 人家真的没有拿无人机炸你 如果你试试其他人拿无人机 你那条什么七八十车队 你已经死了 是啊 我觉得最奇怪的这件事 好了 我们节目时间都很长了 今天我就以一个 新闻作结尾 这个回应一下 刚才文俊说的问题 就是Bord Johnson 因为他现在走到很前 他差不多在全欧洲的国家里面 就是西欧的国家里面 他都是比较 稍微去维护乌克兰的 第一个记者会上面 他都被一个乌克兰的女记者 骂了他两分钟 那这个女记者骂他什么呢 喂 你英国首相 你说到现在乌克兰人 多么坚毅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死的人 是乌克兰的儿童 乌克兰的儿童 乌克兰的儿童 你只要英国 和其他欧洲的国家 下一道命令 乌克兰上空是禁飞区 就是乌克兰上空是禁飞区的话 俄罗斯就不会有任何的空中的优势 甚至轟炸 如果一这样做的话 其实整个战事的局势就扭转了 为什么你不做 那就很失望了 因为我们回到最后 是说来说 就是说 你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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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号令所有英军即时去支援乌克兰,兼且即时对普京宣战 你不用说了,普京根本现在是看哪个政治,你第一个走出来 说明我是要赵你莫斯科,那个就是英雄 现在等什么呢?这些时候我跟你说,如果我是他们其中一个 我就不会那么软弱的了,你不要跟我谈又说什么经国家程序 你试试联合国秘司上来跟我谈我,一枪就打破你的头 你要记住,对极权者永远的制裁就只有用极权方法去对待 打完之后,你可以踢我下台,你可以不再选我 你可以说,你可以之后抽情我,没问题 但是极端手段,极端情况一定用极端手段 现在如果我是波斯·Johnson,就不要再口号息了 真的像邮金义那样,担着雪茄,拿一枝枪出来,指着你普京 就拔他老母了,你明白吗? 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波斯·Johnson,你应该像我那样的气魄 跟你说,譬如我那些丑闻 又说我闪着门和女座,你打Keylon 在面对这些人类身世传往的时候 你要说,我在哈里姆林宫脱衣服也好 都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搞定这些人,你可以之后做什么 但是你被你过了骨,你成为WAR HERO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问题就微不足道 不会影响到你的,你打算连任多届 没问题的,现在就是你要做邮金义 不是说我有多崇拜一个人,我多喜欢他 我吃他同一款雪茄,带他同样的努力士 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继承他的精神 你要成为邮吉尔二号,你要成为他的第二代 你要继承他整个精神 现在根本是没有一个欧洲的领袖 最惨的,美国的那些人被损了 然后呢,我跟你说,如果现在这些环境 特朗普还在的时候,他都不会谈的了 他一定是派了军的了 因为你这些情况,尤其是古惑商家的老 你更加要知道,现在根本就是一定要去 而不是那种说,大家摊下来谈 我还跟你摊? 你有一次就有第二次了 所以经历过这一次,一个正常的领袖 应该就是要想,如何让俄罗斯在世界上消失 或者是名存实亡 就像我这样说,其实应该是你普京落台 俄罗斯去军事化 俄罗斯永远要成为中立国家 应该是要这样,甚至乎 俄罗斯请你加入北弱 请你加入北弱 我们一起为一为,应该是这样 如果不是呢,今天乌克兰 就算我当你顶到 或者被人攻陷了几乎也好 不重要,之后波罗的海那些国家仔 其他全世界的小国家仔 没有一个晚上会睡得着觉的 你现在是关乎全人类的睡眠状态 你要睡得着觉,就是要这一次 你要严重它,让所有国家知道 如果你做铁幕国家的下场 就是在地图上消失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好不好? 好,好,好 那就在这里 多谢各位的听众 一直支持 记得订阅啦 按那个小小铃铛啦 还有呢,那么多位听众 麻烦大家给一点点耐性 我们疫情关系 但是真的会承诺好大家 梁感祥工作室,Patreon里面的节目 我们会尽量去做好它 就是请大家包容一下 给多一点点耐性 求求你们 就是这么简单 OK,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梁感祥的饮食世界第一集 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来到旺角女人街 一间叫火之神食店 好了,这间食市 虽然地方小小的 我就做足这个防疫措施 那为什么要做足呢 虽然我现在不带口罩 但是室内面 就只有我一个客人而已 那这间火之神呢 就是以这个和食和阳食Fusion 作为卖件的 那今天老板呢 就特别为我做了一味 就是很受欢迎的菜式 那这个呢 就是海鲜汤 煎鱼汤底的这个海鲜汤 那海鲜粥 那配些什么呢 就是饺子 那另外一个小食呢 就是这个炸鸡形 那我首先要试一试这个汤底先 大家不要介意 这个食相就未必好看 那大家看到 一拔出来呢 有这个八爪鱼 哇,相当的鲜味 再搭上这个鸡子 嗯 嗯 应该搭上去 嘗嘗 应该把它搭上去 鲜味好 那我oit在买了 不要怪我 今天有个游食节目 所以呢 就再做这个 大蒜 lets people know 大家不要怪 现在出阅間 但我们都需要退一坨 這瓶是很棒的 接著就試這個小食 這個是雞翼 我們加一點沙律醬 裡面咬出來有汁 很滑很鮮明 大家如果看過這個片 食屎大動 引起你去吃肉 記得在六點之前 不要六點之後 來到旺角的女人街 火之神的食屎 光顧一下 幫這些食屎製造一個口碑 讓大家知道其實香港有很多好吃的 多謝各位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思圖文俊頻道 我 因為我想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一接下來我會用手拍 比較搖一點 大家不要介意一下 脫離了資格 這個是極限戰團團長 加爾卡 你看到他大大隻隻 你都知道 不同凡響 一個將軍的樣子 他這個拳套 就是 他們裡面叫做 是一個特殊的武器 威力很強大的 隔離 也是戰團的不同的人 可能有些隊長 Captain 另外有牧師 這個肥肥大大 整副重家餐 很厲害 這是千滅者裝甲 千滅者裝甲 跟一般 WARHAMMER 星際戰士的裝甲 比 再加強版 很厲害 另外這些 就是他們的 那些高手 你看到Captain 看他的樣子 都知道不同凡響 我覺得WARHAMMER 拍照電影 真是一流 但一定要找一個好的導演 看看故事怎樣拍 這隻我自己很喜歡 我也有的 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剛才的千滅者裝甲 骷髏骨頭的Captain 這隻很酷 這隻很酷 另外是拿著騎士鎚 下次再分享一下 這些全部都是大佬 好了 有小兵 這就是普通士兵 另外剛才說過 他們有很多的戰車 坦克那些 軍炸機 那些都有 這個 應該是偵察用的 就是輕兵的戰車 他們有不戴頭盔的 不戴頭盔 這些裝甲較輕的 是偵察部隊來的 另外 他們也有機械人 這個叫無謂機兵 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活生生的士兵 不過你也看到 他的尺寸 不是整個塗進去的 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 我遲些 會拿一隻 這個無謂機兵的模型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都是我的好朋友 跟我說回我才知道 剛才跟大家看過 那些 白色巴痕 那個戰團 這個 綠色的 你看到 有些火在這裡 我沒有記錯 這個叫火式翼 剛才說過 黃色帝王之拳 那就是 皇帝的近藝隊 黑色聖殿騎士 好 好了 那 本書 其實差不多 因為中間有很多 遊戲規則 我真的不看 因為我沒有玩 我英文也不太好 解不出太多給大家 另外 我自己對40K 真的一竅不通 所以如果有什麼說錯 麻煩大家包容一下 我會再跟大家 講一下WARHAMMER 中古我熟悉很多 我報紙文章也寫過很多次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有朋友問 桌上除了黑啡之外 另外那個 類似杯面的物體是什麼 我待會這段影片 我會給大家一個答案 OK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 好啊 3 2 1 3 2 1 沒有了 紀徒 神秘之夜什麼時候開始 你一個開始就開始 可以不懂得等太久 對 對 你說了 這副眼鏡 出了霞眼鏡 戴面罩 最慘就是這樣 對 沒辦法了 想聽神秘之夜 記得支持梁九祥頻道 好啊 歡迎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章頻道 回國有車位 我回國有車位 是私家車的 南環拍位 你不是開工嗎 我回國 公司要車位 我回國 你不是回 你不是回桶仔嗎 是啊 是公司包車位 你 我不是很明白 我回公司 試車 我回公司 但是之後呢 你又來 drives我 讓我帶你車一班 我試車直接搬 我試車 primeiro 我試車那班 就那你一班 當我回到馬賽 我不能